4月8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之数又反弹30点 收市来说重上29,000水平 到29,008点 成交方面增加到2,810亿 上升股份有9百多只 下跌也有7百多只 今天来说反而昨晚收市公布之后 腾讯公布配股 所以刺激股价来说 虽然昨晚在ADR也是普遍向下 但今天来说不是跌很多 跌1%左右 暴露20元 但成交方面增加到1,400多亿 配股方面都1,100多亿 换句话来说 除了1,100亿左右的配股金额 也有300亿 属于今天的买卖 看到市场不是太担心 腾讯今次配股的情况 因为 一来股价已经回调了 由700多元回调到600元 二来来说 腾讯本身的基本因素 其实大行都看得挺好 虽然游戏方面可能今年 增长没那么快速 幅度没那么大 但始终是 除了游戏之外 其他方面来说 例如 广告 或者 金融科技等等 综合来说 市场仍然看好 诚信的前景 所以来说 跌幅不算大 其他股份方面 就很个别发展 今天做得比较强劲的 板块来说 即是股份来说 看蓝筹股 就要谈谈有邦 因为今天有邦升了6% 上回991个水平 为什么呢 因为今早来说 就有大行就唱好去 大摩就将它升级到目标价 上升到130元那么厉害 距离现价都整个三成多 四成的一个升幅在这里 今天来说 有邦突然意军突起 推动了市场 另外一只 统绑股汇控 今天都升了2% 没有46.5% 其他的股份是个别发展 创科实业创新高升5% 亦都有大行唱好去 上升141.4 另外出口股2313 新州国际也升了7% 升幅最大的蓝筹股 另外资源股今天做得不错 刚铜升5% 中链也升4% 299指金也升了3% 内需股 看看奶粉股 中国飞铳也升了5% 23.5% 2319指金也升了4% 45.9% 其他股份是个别发展 暂时来说这些新经济股 重磅的科技股来说 变动不太大 其实是相当牛皮的 上落1-2%左右 但见到腾讯被背股之后 股价反而不明朗因素 消除了 所以来说 见到暂时就不用太担心 至少看看600元 这个边缘能收得到 相信腾讯 需要先整股一下 整股之后 有机会 慢慢 在中长线 做好一点 但短线来说 都是受着市场的气氛 1299可以继续看 既然大空看得这么好 看看明天会不会 继续再做好的情况 其他的股份来说 要看看有什么消息 去推动 那就是 现在分析了 暂时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